如果大家经常逛一些华人活跃的论坛 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发出同样的灵魂提问 为什么找对象这么难呀 大家都是怎么娶上老婆的 当我们翻看一些交友软件 就会发现上边遍布各行各业的精英 但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另一半 有人用中国人太含蓄 外国人比较奔放 所以在北美土壤上 基本无法获取猎物来给自己找借口 但这是根本原因吗 其实不然 因为北美有自己的约会方式与节奏 如果连这些都不懂 怎能不输呢 今天咱们就来说几条 可能跟你想象中完全不符的北美恋爱规则 首先就是绝不可以轻易示爱 很多中国人也许是被外国电影和传说所导致 以为外国人各个开放随便 刚刚对对方有一点好感 就迫不及待地想让对方知道 以为这样有助于巩固关系 殊不知 爱字在北美恋爱游戏中是头一道禁令 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时才可以说出口 说的时间地点场合不对 则全盘解除 这主要是由于在北美长大的人 其实骨子里很保守 所以爱这个程度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触达 其次就是在北美谈论感情 爱和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性可以比较随便 但是爱是神圣而庄严的一方圣徒 宁可让它空白 绝不肯轻易让不合适的人入住 为此他们会细心观察 耐心培养 毫不吝啬为此投资的时间和精力 而性最终也就止于性 而爱却可以通向婚姻 由此可见 这种情感在西方文化中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表现 从认识你到真正的爱 需要一段时间 需要建立在双方对彼此 彻底深刻的了解之上 以此逻辑 你那不合时宜的我爱你三字蹦出口 可能就直接给人吓跑了 第二 绝不可以依赖对方 在中国的社会中 连豪放自立的女强人 为了感情 往往都不得不舍身折腰 大鸟依人 以唤起男人怜香惜玉的柔情 而这样的女人在北美 却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 因为在这里的恋爱关系 最受不了的 反而是那些依人的小调 这主要是由于这里的价值观念中 会不断地强调独立与尊重 这种独立精神 延伸在两性关系中 就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北美人认为 恋爱首先是对彼此的个性 和人格的欣赏 其次才是一种 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结婚后 两人的财产 是分是合都可以商量 但是在关系确定以前 就显露出经济 甚至精神依赖的苗头 是完全可以让对方望而却步的 简单来说 北美的恋爱关系 可以说更像是一种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的关系 这就是说 你的需要 对方应该是建立在 一种想要完善 和发展自己的技术之上 而不是想借用对方 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掌握了这一基本原则 那么你该怎么做 也就很清楚了 把悲伤留给自己 而把快乐打出来分享 第三 绝不可以失去自我 这个规则和第二条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当你保持足够的独立 就会拥有完整的自己 在北美文化中 两性关系的基础 是建立在个性的相互吸引 和欣赏之上的 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就等于失去了 吸引对方的魅力 这还有什么关系可言 个性是自由文化的自然产物 不论多么任性无常 古怪出格的个性 见多识广的北美人 都不会大惊小怪 再怎么奇怪的行为 都会有人理解和欣赏 但在恋爱中 尤其是追求爱人的过程中 往往容易变得情定置婚 为了爱对方 不惜牺牲自己的原则 而委屈求全 但这种牺牲 往往并不一定 会被对方所理解和赏识 相反 无论对方令你陷得 有多失多深 都时刻不忘提醒自己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自信 你流露的自信越多 对方反而就会 越被你吸引得一塌糊涂 当你遵循了所有以上的法则 和对方交往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 得到的态度仍然模论两可 含糊其词 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表示以后 那么很可能你们的关系 就算拖得再久 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了 你就早做打算吧 更有甚者 对方已经明确表明 算了嘛 我们不合适 如果你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 这种时候 自然会觉得五类轰顶 但是无论如何 事已至此 不要苦苦追问为什么 因为无论什么理由 既然对方已经下了决心 对你来说 结果都是一样的 也不要歇斯底里 就算是失败 也要败得优雅得体 不要给对方 更多小看你的理由 更不要死缠乱打 因为那样可以挽回他的心 所以说 当爱不在的时候 你就别再追了 因为你越追 对方跑得越快 如果潇潇洒洒地放他走了 也许他反倒自惊自怪 疑惑起自己的选择来 最终回头也说不定呢 北美的文化 土壤与中国本土 可以说有很大的不同 这也就造就了 恋爱方式的千差万别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西方的天空相爱 谈情 我们不妨也要尊重 这里的恋爱规则 这样大家或许 能够更加顺利地 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组建起一个幸福的家庭 Lexus邀您共赏 才不要和老板 谈恋爱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